昨天海峡两岸首个消化内境培训基地在厦门成立 据了解 消化内境是当前诊断和治疗消化道疾病最经常使用的方式 尤其在早癌的诊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海峡两岸首个消化内境培训基地成立后 两岸的消化内境业界专家将直接参与基地的建设 并加强学术交流 举办联合培训 进一步提升消化内境诊疗水平 一方面我们能够凝聚海峡两岸医疗专家 那么在诊断技术 诊断标准和事业技术上不断地推广 同时在我们消化道医疗大数据上也能够开展一些科研 为我们的消化道疾病的科学防治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厦门就是肿瘤的前五位 第一位是肺癌 但是后面的四位全是消化室的肿瘤 我们要通过消化内境的技术的交流 提升我们的内境的诊疗水平 本台记住过到